据乌克兰媒体6号报道 由乌克兰和美国主导的 海上威风2021多国联合军演进入第9天 演练科目包括击退假想敌的海上攻击 对假想敌的水面及空中目标实施打击等 对此 俄罗斯副外长林阿布科夫6号回应称 俄方有权对外国势力在黑海的挑衅采取报复措施 他同时指出 美英等国如今染指黑海地区是极其危险的 军事冲突的风险可能会因此增加